謝謝主席,我們請次長 請次長 次長 官員好 對於遠通電通的 瞞瞞呢 主席剛剛已經裁示說 我們將會在禮拜三拍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之前 我要你們做好準備 有一個問題 看看你們禮拜三怎麼 給我一個交代 你記不記得當初 我已經未雨綢繆 事先有預知到遠通絕對不會 乖乖的同意說 去免收手續費 所以在這裡呢 我質詢的時候我就問 萬一遠通不答應 那交通部要怎麼辦 記不記得當初怎麼給我答案的 來,當初怎麼回 是不是 你不知道 來,當初怎麼回 當初說事在必行 要怎樣事在必行 是跟委員報告 當初我們是 是有說如果說 他如果都不做的話 我們會去研究我們的企業 那看看就是說跟 超商這邊的話 一起來談 那我們也找了超商來談 因為這個企業的話 超商跟我們是沒有企業關係的 那如果說他真的不做的話 我們會就是說跟超商談說 你們要怎麼做 看看超商可不可以把他的資料給我們 我們直接來支付給超商 再跟他扣這樣子 來 是 你們去談了沒 跟超商談了沒 跟超商談了 但是超商跟遠通公司的話 他是有契約的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的話 又拿出契約來了 我們跟遠通公司的企業裡面的話 的確是沒有這一塊 但是我們是尊重 六百分的決議 我們也在辦理 怎麼辦 你們現在怎麼辦理 所以他從明天開始的話 包含中油跟遠傳的部分的話 他們會去吸收 中油跟遠傳誰吸收 遠通公司 遠通公司吸收 是 這是屬於他們設的點的範圍 那其他的部分呢 超商的部分 最方便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 你看遠傳是他自家的企業 可是儲值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已經有 所有的儲值超商的部分的話 他已經按照契約的話 手續費 是 儲值的手續費都是他吸收 尤其是繳費的部分 繳費的手續費 當時就是講繳費手續費 是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我們真的是還 他現在來講的話 至少他已經要進一步 去再做這一塊 來 明天給我答案 我看你 你看一下當初怎麼答應我的 現在局長 你剛剛講說三月底 要求他們免收手續費 然後呢 如果遠通 一合約 他們不從的時候 你就一合約處理 我早就知道 一合約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會先就法律面來跟他訴訟 對啦 又是打官司了啦 不是 我會先扣他的錢來轉支給那個 我們會找超商來 把帳單開給我們 我們來支付 政府買單啦 然後給他打官司解決啦 沒有沒有政府買單 用政府買單 我們會把他委辦費抽出來 然後這個 好 所以政府會替人民付 不是 政府替人民跟他生錢 是不是 我們用他的本身的委辦費 把這個錢扣出來 先付這個手續費 可是他不改收費程序啊 人民要去繳費的時候 他還是輸出叫你繳啊 那時候要怎麼辦 我們找超商 找通路來 請通路把帳單開給我們 好 請通路帳單開給你們 做到了沒 跟委員報告 明天就開始了咧 我們跟委員 我們跟超商已經找過 我們已經找他來了 但是超商跟遠通公司 他們是有契約的 所以超商他不願意提供給我們 除非我們要跟他認定契約 你們完全沒有強制的手段 來處理這些狀況 跟委員報告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說 契約裡面有的 我們絕對是強烈的要求 契約裡面沒有的 我們要去評估 這麼做的話對不對 契約裡面沒有的 遠通跟你們要的 你們也都很爽快啦 契約裡面沒有的 你們要求遠通的 他都跟你打官司啦 一拖再拖 他絕對不會同意的啦 現在哪一件事情是 契約裡面沒有 而遠通答應你們的 連契約裡面要求 契約裡面規定要罰款的 你們給他開單 他都不交 可是呢 遠通契約裡面沒有的 他來申請的 你們都很爽快喔 都不敢第一時間就全部拒絕喔 本席今天就要要求 提案要求 所有遠通 他來申請 外加的 延伸性事業的東西 你們現在一概都不能給了 你們現在總共給了幾個 延伸性事業 現在從來就沒有核准過 這個東西 你又說謊了 然後 一通卡是配合多卡通裡面的話 那個是同步的政策 對嘛 都是你們的定義的問題嘛 延伸性事業你就給他下了一個定義 叫做什麼 配合一通卡 總共有幾個 看一下 就是只有一通卡 你現在是給他一通卡了啦 對不對 一通卡已經核准了對不對 跟台鐵 台鐵管理局的電子票證卡的互通 是不是這一個 你想的是不是這一個 是 這一個來申請你就核准了嘛 很爽快嘛 好 來 第二個 這個是什麼說一下 這個是 這是什麼 就是說他那個交通電子票證要用在所謂的停車場 進出停車場的時候 他要做 很大的生意啦 嘿 來 你們高工局竟然說沒意見 現在在等交通部核 據本席內幕資料 交通部要核准 我非常清楚 你們要給他 這什麼時候核 現在現在公文到哪裡了 來 高工局竟然沒有意見 跟委員報告 高工局沒有意見的部分是 我們任何一個 延伸信使也都有拆帳啦 興奮等等的問題 高工局沒有意見的部分 就是那個e-tag以後呢 會讓遠通 允許他 就是去賣那個接收器嘛 我以前就講了嘛 那個接收器遠通 遠通當初沒有 遠通公司本身沒有賣那個接收器 不是 他就是允許 允許去 讓停車場去買一個接收器 可以接收他的e-tag嘛 就連結起來了嘛 其實現在很多的 沒有錯啦 他們出去賣自己的要 那遠通有絕對的優勢喔 為什麼 因為我一張卡 我又可以上高速公路 然後我又可以 可以支付這個 這個台鐵 又可以e-卡通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停車場又可以通 他當然有優勢啊 大家都不必另外再放另外一張卡啦 我去任何一家 任何一家這個 這個 停車場 甚至於是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他全部可以一張e-tag 一路暢通啊 所以那是大聲一樣 一通卡跟e-tag是不一樣的 所以 e-tag的話是貼在車子上 他沒有辦法拆下來的 跟原來 是很方便啊 我當然知道不一樣 但是他的方便 前面已經給了 給了這個 這個e-tun卡的部分嘛 你現在又給他停車場的部分嘛 e-tun卡他競爭不過別人的啦 e-tun卡跟e-tag是兩回事 這個案 本席提案 你還沒核准的 一概都不准 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你們現在跟我們跑到哪裡了 現在在布里 布里嘛 有沒有到市長這裡了 那麼 剛剛市長是跟我提說 遠同報的 手續會的問題都不解決 然後罰款都不繳 衍生性事業一個一個的給 這完全不對等啊 他們現在報過來的不是 不是所謂衍生事業 我的瞭解是因為電子挑針 你們的定義就是把他衍生性事業 把他定義成不是衍生性事業 不是不是 委員讓我把話講清楚 我跟你講喔 本席去韓問衍生性事業的申請 總共有幾樣 你的回韓就是這三樣 下面還有一樣 所以 我問你衍生性事業 你就報給我這三樣 你今天在這裡講說 這個不是衍生性事業 我跟委員報 剛剛你提的是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我們還沒合 那 對啊就是衍生性事業啊 它是屬於衍生性事業啊 你這裡還講說不是衍生性事業 亂七八糟 是電子票證 五年時間的關係啦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喊回我 我就是問你衍生性事業 然後你衍生性事業就告訴我說 他們來申請這三個 今天來這裡又替他講話 把他講說這個不是衍生性事業 我們面對遠通的軟弱 那個交通幫 實在是力量太大了啦 從上面劉兆璇一路下來 整個交通幫就這樣子 讓整個交通部軟弱無能 全部都是你們的長官 都是你們長官背後的恩人 你們的長官可以當部長 可以當什麼副院長 都是這些恩人的體系 那第三種是什麼 來 你們回給我的 2013年8月這個 這個部分呢 他們去跟那個經管會 申請的結果呢下來了沒 經管會的部分下來了沒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是什麼內容 它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電子票證條例以頭 如果是屬於交通的話 只能適用到五年嘛 五年幾間嘛 那看他們的想法是說 可以不可以說五年的限制嘛 所以我們要節省成本嘛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沒有同意他 還沒有同意 是因為他還要先跟經管會 你們還替他設想耶 你們還跟他講說 跟經管會申請 完成許可的期限已經日漸逼近 貴公司如何處理 還提醒他日漸逼近 那經管會 那經管會如果核准的部分 他前置作業經管會 核准了以後 你們會不會核准 我也要求不核准 為什麼 因為光一個手續費 人民怨聲載道 政府都還要花力氣 去找超商來改變附帳的計畫 附帳的程序 開單給交通部 交通部再從尾報費扣 政府還要花行政成本 替他擦這個屁股 然後他都用合約來卡 一點面子都不肯給你們 然後你們對於他的衍生性事業 呵護得像在替他照顧他的小孩 我想我們會依法來處理 所有衍生性事業一概不能給 這種基本的權利義務關係 還這麼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你們不要再核准他 去讓他多賺那些錢 人民不會接受的 另外 剛剛 蔡委員講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有關於福茂開放的部分 你們要知道 其實有兩個面向 這一次福茂談判回來 各行各業的開放 完全沒有勞工專章 整個福茂沒有勞工專章 換句話說 不要在這裡跟委員argue說 他們來的人是專業人才 然後來到這裡的專業人才 不會去當司機 所以來領勞工不會有問題 這是一個重點 但是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他的管理技術人員 全部從大陸自然也移動過來的時候 來到這裡 他的勞工 他的勞工 他可以大量的用臨時跟派遣勞力啊 他可以啊 問題在這裡啊 問題在整個老闆 整個資方變成是中國資本的時候 沒有定勞工專章耶 所以你們去談判的時候 你也沒有就你們所主管的產業 去談判出一個 有關於勞工雇用部分的基本的準則啊 也沒有啊 所以整個產業要開放的同時都配套不足 那剛剛局長有說 很多的配套你們還會去處理 你們去增加這些配套的空間有多大啊 如果將來真的開放啦 現在學運次的檔 你們有多少配套啊 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 沒有嘛 對不對 你們自己的產業 你們自己的產業 由你們專業了解這一些勞工他的生態嘛 你們的配套的空間到底有多大啊 對不對 根本沒有啊 因為談判已經回來了 你就是用潛規則下去的話 我看你們也沒有那個能耐用潛規則去卡 這些部分都是你們 我們再來了解了 你們作為主管機關喔 對於 自己做一個大家長 你們自己所主管的產業領域 整個生態要面臨很大的變化的時候 你們要有的一個思考 在自由化跟保護主義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自由化不是兩手一攤 好 就弱肉強食 那種生態的改變是致命的 是不可逆轉的 好 你們要知道你們自己的職責之所在 好 那手續費的問題 你們禮拜三要來做報告的時候 提頭來見 我跟你講 謝謝 好 謝謝管委員